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义的行为可以战胜邪恶 直到阳刚和柔软的一面就能够守住阴柔保持低调 我们来分开细说一下 先说一下上连 精神戴 医生欲 我们常常会说自律这个词 说自律的人才是最受原则的 那么说到自律 曾国藩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了 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愤青 经常是口无遮拦 得罪了不少人 再加上他身上还患有选机 那很多同事就不愿意和他玩 那他也是非常抑郁的就回家了 去寺庙里求解 后来高僧告诉了他四个字 神感怨傲 从这之后呢 曾国藩就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今日试 今日醒 开始写日记 写家书 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就这样一坚持 就是五十年 所以这个上连呢就是说 人呢要做到 坚守原则 经以求经 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自律 再来说一下下连 知其熊 守其词 我们看这个对联 熊和词是一个对立的词 那知和守也是一个相对立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一知一守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核心呢 就是不偏不倚 所以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能够知道自己的优点 继续保持 发现自己的缺点 加以改正 以柔克刚 以退为记 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放在为人处事上呢 就是说话做事 我们如果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就是地情商的表现 所以说呢 要知强 也要学会示弱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对联呢 适用于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勤劳自律的人 是会有大出席的 刚柔并济 关心别人的人 才是啊 好人缘的源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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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